高雄县凤山市这位英勇少女只有14岁 家里头遭了小偷 她奋不顾身徒手抓贼 私命拉住窃贼的衣服 不让她逃跑 让小偷吓得猛求饶 这个小妹妹她跟小妹妹说 她是干这个艰苦人 可不可以放她一马呢 不过这个小妹妹极恶如仇 坚持紧抓着小偷的衣服 一直等到警察到场处理 厨房窗户被整个拆下来 凌晨小偷入侵透天做行窃 拥有抓贼的是她 年纪14岁的傅小妹妹 姐姐拉住她 很勇敢 就拉她的衣服 妈妈因为那时候也下来 然后就一起拉 身高160公分身材壮瘦的傅小妹 睡觉睡到一半 被小偷入侵的吵杂声吵醒 她下楼看到男性身影 立刻大喊小偷 窃贼被她的尖叫声 吓得想从窗户逃跑 没想到傅小妹一把 抓住小偷的衣服不让她跑 窃贼还对傅小妹求饶 她就一直求饶 她怎么说 小偷女子 就想说她是第一次 然后她说 这样子的话 就潜伏之后毁掉 所以就叫她放过她 我们这里都到头头 大家都 扁手门 后面的肚子都吊起来 现在吊起来的时候 现在大家都没得到肚子里 没得到肚子里 大家都很注意 刚才刚才赶着人 那么勇敢啊 就可以做警察抓人啊 傅小妹抓贼的英勇 事迹传遍林里 就连袁警也对这位 14岁少女的胆识赞不绝口 还有邻居建议傅爸爸 未来可以让勇敢的傅小妹 当个女警察 中天新闻记博士报经营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